小弟一下我要用引领人认识真神 来做我们彼此之间的勉励 当保罗来到雅典这个城市 他对雅典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圣经很清楚的记载 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人有拜神的天性 所以他会去寻找神 他会去敬畏神 不论是以前的人 或者是现代人 不论是国内国外 或者是无名的国家 或者是不无名的国家 或者有学问的人 或者没有学问的人 他都会去寻找神 因为这个是人有拜神的天性 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 其实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找到真神 能够不能敬拜真神 这个是最关键的 找到真神 在世上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而且将来有永恒的生命 小弟在以前曾经去中南区 学出他们的独家步道 在独家步道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遇到一个妇人 跟他在传扬这个信耶稣的信仰 他到后来他还是婉拒了 因为他是说 如果今天我不拜我的祖先 那祖先就会降灾后于我 所以其实他们今天拜祖先 有很多是身不由己 有很多是因为是害怕 害怕祖先将这个灾祸给他们 所以如果一个人 没有去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就永远是活在魔鬼的黑暗前下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十六节 在新耶圣经的一百九十页 十六节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第一点我们要讲到保罗心里着急 为什么保罗心里着急 因为他来到了雅典这个城市 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满城都是偶像 因此他心里开始着急 其实我们在台湾 很容易就看到大大小小的庙里 很容易看到很多人在拜偶像 拜祖先的神主牌位 我们会不会跟保罗一样心里着急 为他们的灵命来心里着急 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传福音的一个使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本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雅典的人 他们所敬拜的满城都是偶像 满城都是偶像 我们知道 他们所敬拜的不是造物主 因为我们从圣经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在耶稣教会所敬拜的是造物主 祂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而且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祂赏赐生命气息万物给我们 让我们将我们安置在这个地球 而且能够享受祂一切的万物 出太阳给我们 降以水给我们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因此我们要拜到造物主 可是从这一节经我们就知道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反而去拜这些偶像 其实我们知道 背后为什么他们会敬拜偶像 其实背后当然是有灵的工作 也就是魔鬼的工作 迷惑着他们 所以他们分不清楚 他们认为这个偶像就是真神 虽然他们很全程的拜偶像 但是仍然得不着平安 最可惜的就是灵魂没办法得救 这个是最可惜的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的第十章 耶利米苏在这边说 难道这些人 敬拜偶像的人 他们没有知识吗 当然有知识 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 就好像我们现今 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 学历都非常地高 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好的成就 好的地位名声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的第十章 十四节 个人都成了畜类 毫无知识 各营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他所住的偶像 本是西甲的 其中并无气息 十五节都是西吾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到追逃的时候 必被除灭 这里耶利米苏这么说 难道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吗 其实有知识的 可是被魔鬼迷惑了 被背后的恶灵所迷惑了 所以耶利米苏说 难道个人都成了畜类吗 畜类是没办法去分辨社会三恶的 是毫无知识吗 他们是有知识的 知识分子 而且雅典这个城市 知识分子非常地多 他们为什么去敬拜满城的偶像 而且这边告诉我们 各营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他所住的偶像 本事是稀假的 而且是没有气息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重点在这个迷惑人的工作 迷惑的人的工作 这些偶像背后 有魔鬼的工作在运行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 他很难看透这件事情 感谢神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 也得着了这份救恩 我们就有属灵的知识 我们可以分辨好胆 分辨是为善恶 而且我们可以看透 这样的一个事情 原来是背后魔鬼的工作在运行 当然我们看到保罗 面对雅典城 这个满城的偶像 他并没有逃避 反而更加看到他的责任 我们在台湾看到大大小小的庙宇 看到我们的朋友 都是敬拜神主牌位 敬拜这些偶像 我们会不会逃避我们的责任 这也不是我的责任 而且是宗教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是 他看到他的责任 他并没有逃避 他就开始想尽办法 要传扬耶稣的福音 我们来看十七节 十途行传的十七章 十七节 于是在会堂里 以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意见的人辩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 他的责任心很重 因为这是主耶稣交付他的一个工作 要成为外邦的一个使徒 所以他开始积极的传扬福音 第一个在会堂里面 甚至跟犹太人 还有前进的人 人到会堂里面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而且是敬遣拜神的人 而且述说耶稣的福音 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福音 而且保罗也在每天的世上 也就是这个世纪这个地方 一见人就开始传讲神的道理 甚至辩论神的道理 为真道而辩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 他就传一个人就是耶稣 他就传一个神就是耶稣 所以他所传的只有传耶稣 因为他看到他的责任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第五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五节 我们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第六节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 已经造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从这里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保罗他就传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他向陌生人 传讲的就是耶稣的道理 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保罗的 我们要对外去传扬福音 面对这些不认识的人 将神的回音传扬出去 不是传自己 是传基督耶稣 是救主 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 专门传讲耶稣基督的一个道理 在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 光就是神 耶稣是世上的光 全世界都拢在这个二者的手下 也就是在黑暗的一个前向 所以要从这个黑暗的前向 要去抢救冷的灵魂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不是靠自己 乃是要靠光 用光来照射黑暗的人 让他们知道 原来在黑暗当中 有一盏明灯 这个盏明灯 就是耶稣基督 要引领他们 来归 归服神 归信神 这里也告诉我们 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 已经造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因此我们得到这个光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照在 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要反射 也就是说 要将这个光 重养出去 不是到了我们身上 光就不再发光了 那这样子就很可惜 只有我们自己得到救恩 其他人没办法得到救恩 所以这个光要在我们身上 要荣耀神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上面 因此每一个人的本分 就是借着这个灵恩 布道会的前夕 他都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思考 在我们的家庭 或许还有没有信主的 我们亲爱的家人 在我们周遭的环境 有很多都没有信主 这些没有信主的 到后来就是沉沦 就是灭亡 不是吗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 他勇敢地站在亚类八谷当中 我们再翻回来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当然在十八节这边有记载 这边有两个很出名的邪派 这两个很出名的邪派 就是两大哲学家的邪派 第一个邪派就是以比古罗 第二个邪派就是斯多亚 这个都是一个哲学学派 非常的出名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 跟他们来争辩 来争辩的结果 他们认为保罗所传的是什么 第一个保罗是胡言乱语 第二个保罗就好像传这个外班的鬼神一样 其实保罗不是传外班的鬼神 而是传讲耶稣 传讲耶稣从十里复活 为什么要传讲耶稣从十里复活 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常说人几十年 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是肉体的生命 成如摩西所说的 人的一生就是七十 强壮八十 他所记载的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保罗传讲这个从十里复活 它是永恒的生命 如何取得这个永恒的生命 就是要相信耶稣 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才能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保罗在传讲耶稣的道理当中 也传讲耶稣的复活 因为耶稣的复活 乃是延续我们的灵魂 能够继续的来生存 二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 保罗站在亚列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他能够勇敢的 在这个亚列巴谷当中 传讲耶稣的道理 当然世人都有他的一个需求 有生理的需求 有安全的需求 尤其疫情之下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也有这个被爱的需求 或者被尊重的一个需求 也有这个归属感的需求 也有追求自我的成就的一个需求 甚至是心灵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有很多的需求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生命 生命的结束 因此在疫情之下 每个人都很怕 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 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心理着急 为了这些雅典人 心理着急 同样的我们这一书教会的信徒 在疫情之下 我们要为我们的同胞的灵命 心理着急 就好像保罗一样 因为身体 总有一天会离世 其实重要的就是里面 这个灵魂 孔子说 敬鬼神而言之 也就是主张 远离鬼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世人矛盾的一个现象 矛盾的现象 他们敬拜神 又怕神 尤其是台湾的民间信仰 每到农历的七月份 他们为什么要拜好兄弟 如果不拜的话 好兄弟会早上站 这种信仰 真的是在惧炮当中来度日 很可怜 所以我们应该要将 约书的福音传讲给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平静 安稳的心 而且是有喜乐的一个信仰 而且是一个平安的一个信仰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 在新约圣经的两百零九页 二十一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人心就昏暗了 阿们 其实有些人 他们知道 什么样才是 又真又火的真神 就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能够赏识人类生命的真神 这个才是真神 但是有些人就好像这边所记载的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更不去敬拜他 更不去敬拜他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今天能够有信心 来接受神的救恩 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虽然是疫情 但是有很多管道 我们都可以付出我们的行动 现在网路很方便 当然我们福音组最近出了线上 其实很感谢神 我们福音组 疫情当中从来没有间断 就用线上的跟进 用这个赖来做跟进 所以我们的目道者 都还在跟进当中 有的是线上的 疫情比较趋缓 就到住家去做跟进 因为我们知道 传扬福音 是我们的责任 而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更多得救的人 能够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我们再翻回来看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一件一座坛 上面写着 卫士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当保罗 四处来观看 雅典城的时候 他看到一座坛 这个坛上面写了什么呢 写着卫士之神 也就是不认识的神 不认识的神 他们竟然是去敬拜 表示什么 人是蛮宠的 只要有人去敬拜 不管什么神 就跟着去敬拜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亚乡对拜 跟你一起去拜 父母亲拜这样的神 我们就跟着去拜 别人拜这样的神 我们就去敬拜 小弟曾经看过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说 他看到民间信仰都在敬拜 而且敬拜得很疯狂 他也想说 那我就制造一个假的 就随便拿一个石头 石头然后涂红色的 然后前面就放了几个祭品 然后他就在那边拜 没想到后面也跟着拜 反而越来越多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在世上有许多的人 都是盲目的来敬拜鬼神 因此我们常说 你来一间教会 就是要来查考 从哪里查考 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 从圣经里面的话 慢慢了解 怎样的神才有资格当神 这个就是我们 从圣经得来的一个 属灵的知识 反而是有些人 就好像虾子领虾子一样 最后就是掉进这个坑里面 所以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看着圣经 借着圣灵的带领 因为真耶稣教会 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明白 这位就是真神 而且真神是保护我们的 让我们有心中的平安 更有将来的一个活泼的盼望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有记得这个封神榜 这些封神榜都是天子 封座神明的神 据说里面有365个神明 事实上哪有这么多的神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有两个神就会自相纷争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在天地当中 只有一位神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 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 天地当中只有一位神 这位神曾做往回祭 因为此主亚当夏娃犯了罪 必须在中间有一个中宝 就是神跟人中间要有一个中宝 主耶稣就成为这个中宝 也成为往回祭 为什么成为往回祭 就是往回神跟人当初和睦的和谐的一个关系 甚至是当初是父子的一个关系 从这里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神 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所敬拜的 其实有人说 这个宗教信仰是欠忍为善的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很清楚的知道 不单单是欠忍为善 而且让我们得到心灵的平安 更让我们得到心灵的一个慰藉跟平安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说 灵魂有灵魂的归属 能够得到这个永生荣耀的一个盼望 因此我们说灵魂生命的归属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因此我们基督徒 不是说把所有的重心精神 都放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有一天会过去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至少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去哪里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就是要归回 世里的神 我们要去承接天国永远的一个福乐 这个就是灵魂的一个得救 灵魂的一个归属 宗教信仰不是欠忍为善 乃是重要的是 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魂可以得救 因此我们真耶稣教会 富有这个根正各教派的一个使命 更是传这个前辈的福音 有一位姐妹 她是一个人来信主 当然她是希望自己的家人 能够信主 而且每逢过年的时候 她妈妈知道她是信耶稣的 不吃拜的东西 所以她把食物都分开 这是没有拜过的 这是有拜过的 都跟她讲 但是身为女儿的 更期望自己的妈妈来信主 但是每逢跟她讲这个信仰的时候 她妈妈就说了 这个信仰都一样了 都是欠忍为善了 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其他宗教 其实我们知道信仰真的是不一样了 可是在她妈妈的观念 她认为信仰都是一样的 不要去排斥其他的宗教 因此这位姐妹用尽心思 想要让妈妈有机会 到教会来听道理 但是这个民间的信仰 已经根深蒂固了 已经根深蒂固了 再怎么跟她讲 都没有办法 当然这位姐妹就想到了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祷告 祷告一年 祷告两年 祷告六年 一直到祷告十四年 有一次妈妈检查是肝硬化 一生甚至跟她讲 她活不到一个礼拜 这个时候这位姐妹就很灰心 祷告了十四年 为什么神还不开路 然后她就跟传道说 要不然的话 至少母亲的丧礼 可以在教会举办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丧礼是为活人所举行的 是安慰活人不是为死人 所以我们这些宿教会的丧礼不是祭拜死人 那是为活人而办的丧礼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传道就跟她讲了 那丧礼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你妈妈的灵魂要得救 问题是在你妈妈的灵魂要得救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姐妹听了吓一跳 原来就是灵魂要得救 我们今天信耶稣 到底是为了什么 信心苦苦持守这份道理 不是为了灵魂能够得救 所以她也要求教会 为她妈妈来祷告 希望祖耶稣能够开路 有机会来洗礼 当然经过了 就是一场的一个征战 一场的一个努力 真的是感谢神 祂最后妈妈真的是受洗 归入主的名相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 祷告十四年之后 妈妈才被主耶稣检写 归入主的名相 这是不容易的 当然也要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 同心合意的 能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所以她妈妈洗礼的时候 是叫一台救护车 是叫一台救护车来施洗的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洗礼之后 她的脸色就好像化妆一样 非常的红润 过了三个礼拜 就蒙主恩召了 所以有时候 你说祷告没有功效吗 有时候要持之以恒 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合意 祷告 我相信神必开路 不可能的事 神会让他可能 我们再翻回来 是图行传的十七章 这个时候保罗就来介绍这位真神 你们既然不知道这位真神 我就介绍 因为你们说卫世之神 那我来介绍这个卫世之神是谁 二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然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 二十五节 也不用人所服事 好像切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喜万物 赐给万人 二十九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前地上 并且一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守住的疆界 二十七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额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二十八节 我们生活动作存有 都在乎他以下审夜 从这里保罗就要引领人 来认识真神 甚至要叫他们能够得救 他就介绍 这位真神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也就是天地的主 既然是天地的主 祂是个灵 祂是灵 要用心灵跟城市拜祂 因此祂不是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祂不是一个区域的地方 像民间信仰 他们是区域性的 比如说海神 就是专门在海边 他们称妈祖为海神 这个山神 山有山神 这个树有树神 这个石头有石头神 石头公 他们将神 划分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出国了 那怎么办 小弟还有印象 小弟那时候还在社会上工作 因为那时候要出差去德国 然后在上飞机前 我就看到一个人 手里捧着一个神明 我就在想说 他要出国 都要捧着一个神明 那这样不是很辛苦 我知道他为什么捧神明 希望他在外地 在国外能够得到神明的平安 不是吗 我这样子想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他要上飞机的时候 还请空姐来帮忙 如果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 也是一样一尊神明 两尊神明 我们出国了 没有人保护我们 我们就要带在 随身要带着 这样不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的神 真的要感谢神 让我们拜到这个 天地万物的神 祂是充满 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神 祂是充满宇宙万物的真神 祂就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知道的 都认识的 因为我们拜对这个真神 但是我们的同胞不认识 就好像保罗这边很着急 你们不认识这位真神 我就介绍这位真神 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祂就是天地的主宰 祂也不需要人去服侍祂 好像缺少什么 祂反而将这个生命气息万物 赏识给我们 这些日光 雨水 空气 这个都是祂所创造的 都是赏识给我们人类的 26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也就是说同一个写脉 来造出万族的人 因此夏娃就是众生之母 所有的人都是从夏娃这样子传下来的 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同一个写脉 住在这个前地上 而且一宣定准了我们所住的年限跟疆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们今天要住哪里 我们的生命要活到几年 我们的岁数可以活到几年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乃是神 乃是神 但是很多人 有些人不认识神 他甚至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来做比较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四十章 以赛亚书的四十章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以赛亚书就这么说了 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十八节 就约圣经的八百五十页 十八节 你们究竟将谁比成 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十九节 偶像是将人铸造银匠 用金包裹 为他铸造银链 跳到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 你们岂不曾听见吗 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自从立地的根基 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二十二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 他铺张穹仓 如帽子展开 在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跳到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生的神 也而华创造地己的族 并不疲乏 也不困见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阿们 那这里 以赛亚先知 他记载 他有人将神 比较 跟什么比较 跟这个人 所铸造的偶像 比较 这样子 我们说了 这个偶像是 虚无的 是没有气息的 所以 以赛亚先知说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 用什么形象 以神比较呢 原来是用这个偶像 人所敬拜的这些偶像 人所敬拜的偶像 就是师父 所铸造的偶像 有的是木头 他们去山上取这个木量 回来的时候 请这个雕刻师父来雕刻 或者请这个石匠 或者这个铸造的师父 来造这个偶像 用金包裹 来铸造 所以 二十一节这边 以赛亚先知说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 不曾听见吗 从起初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这个立地的根基是谁 立地的根基是谁 而且在二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 神坐在地球 大圈之上 大圈之上 当然我们知道了 圣经就很早就记载 这个地球是 椭圆的 大圈之上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天是神的座位 地是神的一个脚凳 所以我们应该要敬拜这样的真神 地上的基民这边告诉我们很像蝗蟲 而且神铺张穹仓 看到这些星球 有自己的轨道 而且能够照自己的轨道来应行 这个就是神奇妙伟大的一个作为 再来 这里也告诉我们二十八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也好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见 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 有人说神也要让他休息 其实神不会疲倦的 神不会疲劳的 不像我们人都会疲劳 神爱我们 所以创造这个日夜 晚上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休息 隔天早上起来就有精神 但是神不会疲乏 也不会困见 而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 但是人常常用有限的智慧 来去想象神 来去测度神 有时候太无知了 这个就是人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神是创造万物的真神 我们就应该要将这样的一个福音 传扬出去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之后 离弃所敬拜的一个偶像 在使徒行造的17章这边也告诉我们 神是掌管人一切的 因此 这边告诉我们 28节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在雅各书告诉我们 想说这个有人要去做生意 这边雅各的作者就告诉我们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的生命只不过像一片淫雾一样 出现少数就不见了 你们应该说了 说什么 主落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我也可以做这个事 主落不愿意 连一分钟一秒钟 我们都没办法活着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 掌握在神的一个手中 掌握在神的一个手中 最后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17章的32节 当保罗传承扬这样的福音 传扬耶稣 传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 有没有人来信主呢 至少他尽到了本分 真的有人信主 我们来看32节 使徒行传的17章32节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绩效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版 彼得传扬福音 就是有人会绩效 或者他听到从死里复活的道理 有些人不信的人 就会绩效保罗 33节 一次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因为保罗尽到他传扬的一个本分 我已经将约书的福音跟你们讲了 在于你们要不要接受 你们可以自己做判断 信仰是没办法勉强的 但是你可以来做选择 来做一个判断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中有几位做了正确的选择 34节 但有几个人贴近保罗 而且这边告诉我们 相信了主耶稣 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 算一算 第一个雅类巴古的长官 这是第一个 相信保罗所传扬的耶稣 就是雅类巴古的长官 丢宁修 丢宁修 第二个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的名字叫什么 大玛丽 第三个还有别人一统信主 至少从这里看一看 有三位 三位以上 所以从这一段的一个记载 我们会发现到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 我们的付出就会有收成 如果我们平常都不愿意去付出 不愿意去杀种 当收割的时候 有收成可以收割吗 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平常就要注重 这个对外的传扬福音 尤其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都人心惶惶 生命都遭遇到威胁 其实有很多人真的需要福音 所以借着这一年两次的领恩部当会 都在在提醒我们 要传扬福音 当然我们是对内要牧羊 对外要传扬福音 感谢主我们北区 从去年开始 我们的教区都在宣导 宣慕行动工程 这个宣导摆在第一个 来带领整个教会 这样教会才会成长 得救的人数才会增加 这个我们要看重福音的工作 我们看到保罗 他看到满城的这个偶像 心里着急 我们看到疫情之下 人们人心惶惶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他们的灵命 看到他们需要主耶稣的安慰 他们需要主耶稣的拯救 所以保罗的付出 还是有收获的 因此我们内国教会 也有福音组 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去 去跟进这些牧道者 当然这个付出来 不是一下子就看得到的 有时候要等到几年之后 但是至少有付出 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收成 就跟保罗一样 传扬福音一定要去撒走 一定要去跟进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也就是主耶稣交代每一个人 要去做的 交代每一个人要去做的 既然我们已经白白的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应该要将这个救恩 也白白的传扬出去 再加上我们教会要同心合意 为我们下个月的灵恩布道会来带导 恳求主耶稣让这个疫情更加的趋缓 不致影响我们的灵恩布道会 因为灵恩布道会是抢救人的灵魂 是抢救人的灵魂 因此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看重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 277首 277